不可能 不可能 万能 你是他最好的朋友 你告诉我 他到底在哪 安少帅 墓地你不是都已经去过 依依就在哪里 你骗我 让他出来见我 只要他敢出来见我 他跟杜明胜的事 你以后绝对不打扰 少帅 依依临死前想见你最后一面 可是 依依说 安少帅 原来你一直都没爱过我 锦江啊 过两天结婚了 一会儿礼服送过来先试一试 不合适呢 咱们好改 出去 安锦江 你什么意思 敢这么跟我说话 叫你出去 无法无天了你 记住 我是你妈 你不过是我爸 后曲进门的小妾罢了 小兔崽子 我看你是要造反 以前你最擅长的就是在我面前隐藏情绪 怎么了 现在不装了 我告诉你 那天我就是故意的 我就是故意让你打他 没想到他那么不精打 一巴掌就给拍死 金江我劝你最好乖乖地取曼衣为妻 然后把安家的产业统统交给我 你想都别想 我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我会把你这些年强加在我身上的痛苦 稀疏奉还 好 我拭目以待 走 说吧 是谁指使 不说 以前我可以忍 不过现在 你们的手伸得太长了 好 砍了他一只手 然后丢到大街上 是 少帅 曼衣小姐那边最近又开始不安分了 好像是连夫人又开始催了 不用管 这三年来他催的还少吗 但是这次 好像是认真的 我的事情 我自己做出 什么时候轮得到他指手画脚了 是 他的事情查到了吗 查到火葬场就查不下去 没有任何信息 我自己做出 给我查那两个人 一定要查到 少帅 刚才那是 林依依 我确定 她就是林依依 她就是那个女人 刚才 我好像听到有人叫我 我叫林思慕 并不叫什么林依依 看来 你进入角色挺快的 那我们是不是更严 池少爷 虽然是你救我 但是我也答应了你的条件 咱俩这是公平交易 希望你别得寸进尺 好 迟早有一天 你会居服 池少爷 现在请你出去 少帅 查到了 那两个人 男的叫池星涛 是京城池家少爷 前两年刘洋 刚回来 女的叫林思慕 至于这个林思慕 她怎么了 林思慕一直生活在海外 父母是华人 一直生活在海外 父母是华人 你确定你没看错 已经核对过好几遍了 不过这个林家 倒是从咱们航城出来的 航城林家 行 我知道了 你先出去吧 是 安静江 你什么意思 怎么了 咱俩到底什么时候结婚 我已经给了你三年的时间了 你还要多久 当初你拒绝我的时候 让我等了五年 这才过去了三年 就已经等不及了 那你来说说看 到底是你等不及了 还是你圈阳的小白两 等不及了 你在说什么 还需要我把话说得更清楚一点吗 这些年你在新世界搞的那些够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好 这里是后台 依依 真的是你吗 奶奶 我回来了 依依 你不是死了吗 怎么又活过来了 不 不能听那个字 你看我激动的 连话都不会说了 没事 没事的 我被人救了 那就好 我好想你 我也好想你 这次回来 你就不走了吧 我 时间到了 该走了 他是谁 奶奶 我以后再给你解释 我问你 杜明胜现在怎么样了 杜明胜他 我没有太多的时间 既然人没有找到 那就证明他已经死了 该死心了 走 奶奶 我看今天谁能把他带走 谁啊你 你 依依 你回来了 放开我 请你放尊重一点 我并不是什么新世界的小姐 依依 你不认识我 什么依依 我不认识 我叫林思慕 你骗得了别人 你骗不了我 我不管你是叫依依 还是叫思慕 你就是我的依依 你放开我 我不认识你 也不是你找的那个人 安静江 你放尊重点 对不起 你不认识我 你怎么知道我叫安静江 放他们走吧 安静江 安少山是吗 必须弄死你 你动不过他的 我能动不过 你还不知道我持江 你想要干什么 少帅 别喝了 再喝下去 会死人的 把酒给我 你说这酒 为什么是苦的 少帅 那是因为你心里苦 心里 怎么 有事吗 林小姐的消息 我们终于找到了 之前查到殡仪馆 就查不下去了 是因为之前是持家少爷 在殡仪馆之前 就已经把林小姐转移走了 林思慕是林一一的姐姐 林一一一直不知道 三年前 林思慕因为意外原因去世了 走之前 留下遗言 留下遗言和心脏 给林一一一小姐 你说什么 一一没有死 还以姐姐的身份回来了 那那个姓池的目的 是什么 这个 这个就不清楚 但是据说 这次林一一回来 目的就是为了找到杜明胜 而且 还答应了持家少爷的求婚 林一一 你还是没有病 好久不见 消失了这么些年 你让我好找啊 你不是号称 整个行程 没有你得不到的消息吗 这个名号 有点名不复实啊 变得牙尖嘴利起来了 看来这几年 经历了不少 谁都会成长 你今天找我有事吗 这么多年没见 你就不想我 我可是很想你啊 我也想 可是你一出现 就戴着这个面具 我想你也想不到 要不 你把面具摘了 让我看看到底 长什么样子 想看面具 没那么容易 那你 这么多年了 你还是不肯放过我吗 换了你 我也挺享受的 还要继续留我吗 不敢见人的面具显示 你我之间 我说结束 才能结束 怎么去了那么久啊 见了一个人 不会去见老情人了吧 怎么了 你吃醋了 你不要仗着我喜欢你 你就可以肆无忌惮 你还记住 你的命是我救的 你救我的命 不过是因为我姐的遗产 你爱不爱我 你自己心里清楚 真的 无女也有资格说爱 让我猜猜 那个人 不会是那个安少帅的 你到底想说什么 不就是安少帅 那个小子吗 过两天 他就结婚了 什么 你是 怎么 三年不见 不认识我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没事的话 请你离开 别急着否认了 不想听听我说什么 不想 你就不想知道 杜明胜的下落吗 不错呀 过了三年 换了个身份 洗白了回来 还挺聪明的 说吧 杜明胜到底在哪 别着急嘛 好歹我也当过你的上司 这么久没见了 叙叙旧也是可以的 我跟你没什么旧好序的 是吗 不见得吧 毕竟 都用过同一个男人 你 你如果还在这乱说 我就叫人把你赶出去 我到底有没有乱说 你自己心里清楚 只不过最后那个男人 抛弃了你 而跟着我 胡编乱造的事 你也说完了 你该告诉我杜明胜的下落了吧 他说的没错 婊子无情 细节 过两天有个宴会 你要是真想知道杜明胜的下落 就来参加吧 说不定 还有其他惊喜等着你 事办完了 你要找的人也没有找到 我们该回去 不行 我不能走 你说什么 我说我不能走 杜明胜已经有消息了 过两天我就能知道 我的忍难是有限度的 池少爷 我们之间是有约定的 事情还没有完成 好 我看你和女儿出什么花样 不敢以真面目试 现在连进房间都偷偷摸摸的了吗 你们池少爷把你保护得太好了 我只能以这种方式进来 你这次来 又是想干什么 我让你离开航城 为什么 这里不安全 我还有事情要做 离开 我不 在没有办完事情之前 我是不会走 忍逆我 没有好的结果 顺从你就有好结果吗 如果有好结果的话 我至于这个样子吗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们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月圆 你以为你之前遇困难 是谁帮了你 那些 是你 所以 你现在还觉得 都没有好的结果吗 你为我做那些 到底图什么 林小姐 你应该知道的 我想干什么 你们男人都一个样 都只是图我的身子 没错 我确实没有找到一个比你还契合的 我现在以嫁为人妇 不再是以前那个歌女了 你放过我吧 据我所知 你和那个姓池的 还没有成亲吧 既然你都知道 更应该知道池家不好惹 我不会让你跟他离开 而且 池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可怕 我的身体 就那么让你念念不忘吗 没错 哈 既然你对我的身体这么迷恋 我给你就是了 之后请你放我离开 果然 你还是想离开我 我究竟要怎样 你才会放过我 我要你爱我 你可以爱冬名声 也可以爱吃青涛 那你为什么 就不能爱我一下 爱你 我以林依依的身份去爱冬名声 也可以以林思慕的身份 跟吃青涛在一起 你算我的身啊 你凭什么经纪我不放 你们都凭什么凭什么 跟我走 凭什么他要跟你走 想知道杜明胜在哪 你知道杜明胜在哪 不允许你 沈少爷 放开我 我要去见他 杜明胜已经死了 知不知道他在骗你 不可能 爱少帅是不会骗我的 吃青涛 在我的地盘上 还没有人敢这么放肆 你安家不是一直想见经吗 如果你今天敢得罪我 你信不信京城没有哪家干什么 池少爷 你不过是京城池家的三少爷 池家 还轮不到哪座主 要不然你也不会死盯着林思慕那点遗产 放手 他在哪儿 他没有死对不对 上车 我带你去见 我记得你以前 我爱话浓重 心脏还疼吗 之前那几年 差点呼吸不过来 换完之后就好多了 那你当时 为什么不跟我说 你忙着甩开我 还跟你说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 不小心而已 你从来没有过不小心 人生哪有一帆风顺啊 不说这个了 这三年 你过得怎么样 还好 你 是不是已经结婚了 没有 我没娶她 如果你一直不回来 我这辈子 谁也不娶 不想娶她 你只是 你不信 几年不见 安少帅竟然也会讲些甜言蜜语了 还记得那五年 你睡觉的时候 在梦中喊过方圣 二百六十七次 你每叫一次 我就想远离你一次 可是每次 我都放不下你 我不知道 对不起 你觉得 我想听的是你的对不起吗 小帅 我们之间 是没有可能了 真的 没有可能了 到了 前面那栋别墅 你去找她吧 你 你 你去读解决 安少帅 你 别解释 以后都不许告诉她 为什么 成全她们吧 圣哥哥 我 我 你 我 你 是你的家人救了你 我的姐姐 她为了救我 将心脏给了我 我的姐姐 跟现在的我很像 你见到我就等于见到了她 她的心脏 就寄存在我的身体里 从此以后 我代她而活 依依 你的姐姐必定希望你做你自己 而不是她 你呢 你的腿是怎么回事 枪伤而已 不用担心 是不是安景江 我本打算追随你而去 是安景江救了我 她夺走了我手里的枪 但我去意已决一心寻死 与她争执间 误伤了她 这些年她为了让我活下去 对我做了很多事 她似乎 在用这种方式赎嘴 我也不知道她在赎什么嘴 但是我知道 她在爱你 圣哥哥 你别再说了 我和她之间 是不可能的 依依 过去的已经成为过去 我们还要往前看啊 圣哥哥 我这次来就是要带你走的 我们一起走好吗 走 我走不了了 我这个样子 没事 我会照顾你一辈子的 朱朗 依依 你还很年轻 不用耽误在我这里 我知道你还能健康地活着 就已经很开心了 不 圣哥哥 我 她怎么在这 她怎么会在这 你认识她 我的心脏 就是她帮忙找人换的 当年我被调包 也是她做的 所以你跟她 不 不行 我不同意 依依 你根本就不知道 她是个怎样的人 圣哥哥 你认识她 我知道她 虽然没跟她 有什么交情 但是我听过她的事情 你怎么会 我还没嫁给她 但是 我已经答应了她的求婚 我这次来这里 就是来找你的 确认你的消息 既然你现在没有事情 那我回去之后 就要嫁给她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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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